《冬天井文化》 《冬天井文化》 現在就是農改廠方向 床索 那除了我們淘汰場之外 全球氣候的調子 環境的一個永續的部分 這是一個關聯性 那暫時是說在地食材部分 然後大家喝清早茶 也讓他準備 試試 有沒有投影系列的內容 這樣子 應該有機會 他這個方向呢 不是朝那邊嗎?那邊東北 是 這是 這是南邊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又靠北 比較北部的地方 就是太陽其實在這裡 那你太陽長這邊出來的時候 你照下去 你覺得哪個地方比較多 日照 很像 有些地方它大概就是總體田 那太原地就是總在基林地 那那個基林它可以比較乾 沒有關係 對 所以不只是大家講的 就是提田面積的完整度 另外還有包括就是 水 水源的來向 這樣 小溪呢它 這邊其實還有一段 所以它是從 各個 小溪建 匯集成小溪流 然後滿滿的匯集成小溪流 然後滿滿的匯集成小方小溪 所以就會流到雙溪和流域 對所以 你會就是真正感受到那個 溪流到吉林國小 對 那 四伯家 就是我一個農戶他們家的田在這裡 那他們家就是正對東北 東北季風 所以他說 曾經說過就是 洞片的時候頭吹得很痛 那但他們家後來就弄了就是 仿風裡的竹子 就是爬蠻 可以長的比較高的那種竹子 那 就在這個地方 那 就大家學的點很好 就是 它是一個南坡 那 雖然它家的面向是這邊 但是因為 風過來其實還是 擋到了 所以他們家不會受到風太大的影響 但他們家也是我們水地田裡面唯一的向南坡 就是日照非常充足 那 所以他們家 每年的稻子都長得還蠻快的 就是 需要溫度 積溫的這個稻子 那 他們的梯田就是 就是在這裡 我們青菜的部分都是自己種的 那 地瓜也是自己種的 那 只有 食物里程最遠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 花枝 白飯 是我們今年 後面 才有苦素生產出來 溫度生產出來 哇 有獎 那 再來 這個 今天的湯是 東北湯 這是自己種的 好 你這個 我看到 這個 我選 這裡 他選 今天 有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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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房子叫做田邊聊聊 這是小屋 所以這邊是石器的 那它大概有八九十年的歷史 然後以前 你們可以猜一下 就是覺得這個是給誰做的 牛 牛也太爽了 就是你學住的喔 就人 鳥啊 蜜蜂啊 人啊 牛 答案是電龍 電龍 就是有證明的人家通常他的石頭 會排得很整齊 就是彎彎正正 所以你從下面上 你沒有看到這種 感覺也很整齊的 那這種 就是石頭比較零碎的 它就是 是 就是 田樹 就是 比較大方坦白 然後他就想說 我來幫電龍做一個 所以就是 就是有個蓋 那蓋到後面的時候 想說 欸 石頭不夠了 所以上面就是用康杜 對 康杜 但是這個建築人生還是蠻 蠻堅固 就是其他人 就是大家是預約 因為有預約睡起來可以來 對 那平常的時候就不要帶朋友 擅自走進來 像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廁所旁邊 有一條路上去 很多人會說 就是 就是 就走上去了 然後我們會請他一下 他就說 這邊有人說不能上去 對 但是也沒有說可以上去 就是 其實這邊有很多 人 農部的私有田地 私有土地 都是 都是這樣 對 然後這個 連這個產業大陸 其實都是過去 水平等的移植 那只是 把比較大塊的面積 就是捲出來 然後 我們就做產業大陸 看看 還沒說 那些蛇 他也不太喜歡 我來看 那個 也很喜歡 我們會做什麼 要不要做 他也不太喜歡 你會搁 他還是 note 你會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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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 你會搁 我的 就是背向山臂嘛 那如果說上面的水流下來 就是會影響到房子的地基 所以通常這種房子它的四周 尤其是後面都會挖溝 然後是幫助砍水 好 最後一個小題目就是考考大家 你們覺得那個超谷的草跟這個屋頂的草 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所以它下雨的時候不會跑到它的中間的空隙 那稻子它是因為它是水深作物 所以它就是會有一個孔隙 是綁住它去傳輸孔氣 那它就不適合拿來蓋屋頂 因為它一下雨就會積雪在裡面 但它就換了狂 所以我們就沒有白毛 白毛 吃吃的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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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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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可能會大白成龍 所以就大家就是特身 然後我會在地址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 草的時候因為是蓄水嘛 所以我們不會像地址開手割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給一趟 這就是仙草 反性跟早上的教案就是連接起來 所以我們在種稻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田間的副產物給利用 就比方說在手草的時候 你除了稻子其他都要收下去 就是為了不要讓稻子跟 它跟稻子競爭 然後讓它變成稻子養分 所以拿它幹嘛 幹嘛 呃 就是 吃說是補眼睛啊 地下有一個穩定的水脈這樣 這邊有沒有整齊的田梗 有 然後下面有毛毛躁躁的田梗 整齊跟毛毛躁躁差在哪裡 然後最後一個啊 請大家接吻的右手 你就想像你是神 就是在這個山上 都是小溪 所以小溪跟小溪之間 會是夾著森林跟提鐵 嗯 那我們 那意外的就會幫那個溪流保持 就是它的溪水的溫 溫度的穩定 跟水中生物室的東西 我覺得太多了 然後下面缺水 你就會把那個木栓拔掉 然後就是 溜乾 會堵塞嗎 是調節水位用的 不會 特別小心 它有點晃動 這一塊 然後 因為队伍很長 所以過了五個人 就跟後面很長 這樣 好 呃 大家還記得 這個北邊在哪邊嗎 那 這真的也蠻可愛的 好但是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我們這邊 因為這邊很重 然後頭是重感 然後後面很重 然後後面很重 那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真的 很重 很重 但是看了 就一種看了 那還在肥皂好像很溫 所以第一個是溫度的管理 它第二個是 很抖 就是他們當初在開墾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牛蛙都很重 因為它當然是為了吃裡面的白衣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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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你的保育的地益 當然我們是朝向 就是鼓勵農民就是用 自然就是低頭路無頭路的方式去做 伸肚子好了 照顧肚子 因為我們的祖先從大陸來的時候 就沒有這樣的提點 整片都是山坡地 然後他們就先種地瓜 有的地瓜可以吃以後 才慢慢開墾這個地瓜 豬油田要給你 豬油田出來就很開心 最多是 一共爸爸的玩家 有你月色通通叫過來 這樣就好 就很滿意 就這樣 所以這個地瓜都很難講會很重要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 它的根部這樣是不是一顆 那你不要用力拉 你用力拉的話 用力拉它就全部斷掉了 地瓜就在土裡面 那工廠會把泥土撥一下 然後你會看到地瓜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到一顆的話 那你可以先 確定這一顆在這邊 沒關係 可是你看鮮魚羊挖起來也可以 那你不挖起來的話 搬動一下 然後你看 把這左右的泥土 稍微給它鬆一下 你會有可能摸到地瓜 你左手不要硬拉 左手硬拉它一扯就斷掉了 斷掉的話 等一下地瓜在土壤裡面 你可能會找不到 然後你挖還沒有斷掉 你看挖 挖 有地瓜對不對 這個土還算蠻鬆的 挖一挖 給它搬一搬 土搬鬆了 一邊搬一邊拉 好 兩顆 三顆 好 挖起來以後呢 你看它 這個斷掉了 這邊也斷掉了 這個確定 這個沒有 我們的經驗 這個沒有長地瓜 這條根呢 應該還有 但是地瓜長得不大 那這邊還有一根 也斷掉了 被我們扯 亂掉了 判斷這個地瓜長得不大 好兩顆 那現在還有斷掉一根兩根三根 怎麼辦 左邊右邊稍微找找看 左右找找看 找找看 找不到就算了 找到一顆的對不對 很小齁 我們的經驗判斷它不大 來 那至少還可能還有一顆 在這裡有沒有 又找到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判斷它不大 我們從它這個 地桃有沒有 就判斷它斷掉了 所以不大對不對 好 我們找到了 兩顆 那這一顆可能是沒有 就不算了 所以這兩顆我們已經找到 右邊一顆左邊一顆 我們找到了 好 那你單位呢 如果說萬一呢 你這樣子一樣的道理 你拉扯斷掉的話 好 好 那是全部起來了 沒有看到它斷掉的根部對不對 表示它牽不起來 有斷掉的話 我們就在旁邊找一找 可能還可以再找到一顆 小瓜的話 牠的牠的牠 不要這麼小 這顆比較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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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怎麼去不怕 這顆怎麼去不怕 在一起乾淨以後 通常會有烤箱這樣整個 整個連皮質都長 就香一烤得非常香 然後就比較大的話 新品種的地瓜 其實牠的需要的養分非常多 也就是說 你有什麼樣的回藥 你盡量給牠撕毀 牠都沒關係 地瓜的耐性很好 不容易死掉 牠不會因為你稍微回藥 還是什麼有機皮放多的 牠會死掉 不容易死掉 牠已經拔那麼久了 牠已經拔那麼久了 真的我看牠們拔那麼久了 牠已經拔很久了 牠下面還有一個 畫畫畫畫畫 這個很厲害喔 1 2 3 4 5 6 7 7個 你還在奮鬥那一隻 哇 你看看從這隻拉到那一隻 哇 真的 哇 還在土裡喔 新鮮的喔 在葫蘆星 我們就是結束 然後我要徵求撞釘 就是抱著麻布袋一起下去 哈哈 哈哈 好 哇 哇 這杯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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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盡量下 年前 末年翅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不簡單 早挑就了 是 有ary complexes 我剛才說一下 蚝玉的 在國際上 現在不能 ψ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有這樣子的筷子 我們不要再去採那麼多回來 你們待會就示範用一下 沒有資源啊 對啊 自然的啊 電盆子比較少 那都要產品啦 我們多拿了 你看 那你還要怎樣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哇 人留在這裡 就是會讓那個地底 跟金子相處 生物都要吸 那或者是其他 跟自然環境相關 就是我們這些有消息 那我們的食品 然後你看 一種形式的食農教育的一個提點 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操作過程當中 我們會更了解這裡面的生態 跟它的地理環境 一個啟發 這不是真正的所謂的 食農教育的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建構的過程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 其實希望透過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帶給小朋友 他們 就是對於在童年記憶裡面 他對於家的記憶 就是說吃到食物的味道的記憶 是一個正確的食物 不管怎麼樣維持森林跟梯田 到溪流再到海洋 他對海洋的漁業的生產力 也會有支持的作用 就都會有影響 所以就是我們 就做了很多盤電 把梯田的功能就降出來 自動教育 自動教育 男изнес 彈琴 野 有這種東西是嗎